好 这波徐带来关心 前桃园市长郑文燦 在昨天是涉嫌在 之前的时候有贪污案 因此是遭到了约谈 并且是转列为被告 而且是才被申请羁押禁件 但是烧保的时候 是裁定500万元来交保 不过是限制住居 限制出境出海的 目前是已经有一些相关的人 来到这边来进行办保 不过整起事件 是郑文燦在任职桃园市长的时候 疑似是有从一处土地开发案 从中来收贿 并且是有贪污的状况 因此才会一连串的动作来约谈 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状况 以及涉嫌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目前都还要再一一的厘清 不过可以清楚知道说 其实这整件事情 在去年检方就有动作 在昨天的时候 才是正式的来约谈郑文燦 不过涉嫌的情节 到底有多大 以及到底有多少人涉案 传出说有企业的高层 也是有涉案的状况 但是具体来说 究竟是有多少人涉案 目前都还要再一一的厘清 不过郑文燦遭到约谈 并且是申请积押的 这个消息处 是震惊了各界 至于说到底有多少企业 甚至是有多少人有餐伙在其中 甚至是不是真的 郑文燦有一些收费的状况 都还要一一的来厘清 要等到检方是持续调查 还有没有其他共犯 或者是其他的证据要调查 才有办法来一一的确认说 到底郑文燦可能是涉及了哪些弊案 涉及了哪些贪污的状况 以及到底是收了多少钱 又是谁把这些钱交给他的 而出钱的人又是谁 是不是和后续一些开发案的结果 有着比较紧密的关联 都还要再持续的一一的来厘清 以上我们讲究整个状况